你知道杜老师原来见过他有头发的时候吗 各有特色 他年轻都可帅了 以前也小生啊 也小生啊 对 所以我说我是演戏的嘛 最早啊 我说演戏的 其实你要拐着弯想想也能想明白 对对 演戏的 你先唱什么呢 舞声啊 京剧舞声嘛 所以我说演戏的 那影是不是也是演戏嘛 对 我出身的不是演戏 其实我点你 但是你没转过来 演戏的 但是杜 我刚刚有时候杜 但是我实际上不可能 就说明您的这个人缘有多好 这黑中 各顶各 对 黑中 太好看了 杜似的 杜似的 太幼了 因为他跟华的都是演反派 坏人那种 但是他有他的个性 杜哥也会有 华子有华子的个性 对对 真的是 其实在北京走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演员是在北京走的嘛 包括华子 梁静啊 董勇啊 这些人 包括那个温海涛啊 那个刘斌呢 这都是从北京去的 对 就是北京去 这边都是有角色的了 就是在剧本上有角色的 都有角色的 我们 他是没有 都没有 我这个大陆 没有 哦 根本就没有 你们俩属于加三的 对 都属于加三的 都到了十七八级以后 在 那个 管道 管道 再改剧本的时候 说 往后这个 敌方势力啊 就是恶势力虚弱了 我怎么办呢 你想那会儿 谁 刘斌都被弄进去了 对对对 说还得有个人物出来 你来吧 说你来吧 你 你来吧 你这张脸上去就 他是最后的大帽子 上去就不学了 但是最后的大帽子 陈道明 对 完了说 陈道明 留下了一个 之前 留下一个什么 多少年都不联系的 这么一个人物 对对对 最后刘斌也进去了 什么划的都进去了 已经都在里面了 对对对 我才 我才 透一下 透一点 这才出来的 对对对 这才出来的 我觉得挺好的 他已经把戏给顶到 拍到 风的时候 一看大帽子 可能他了 最后陈道明又出现 对对 这个戏 要么好看 每个人物是一个人 对 对